吴欣官宣新综艺,如果没有参加浪姐,她就被快本埋没了。 快乐家族中,吴欣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两人之一,快乐大本营成就了她,但也埋没了她的才华。 新的一年刚刚开始,吴欣就官宣了新综艺春日迟迟在出发,和大张伟、吴克群、王菲菲、傅首尔、李松卫一起担任观察员。 在快乐大本营停播之后,曾经不起眼的吴欣,这么快就接了新综艺,离不开他自己的努力。 吴欣的父母都是工程师,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。 2003年时尚十分栏目改版,需要从高校内选拔一名兼职主持人,吴欣入选了。 2005年闪亮新主播主持人大赛开启,总决赛冠军杜海涛,亚军是吴欣,他们和谢娜、何炯、李维家组成快乐家族。 这个学霸,亚军,却在快本中是个唯唯诺诺,不会接话的不称职主持人,变成了学渣剧本。 如果没有乘风破浪的姐姐中经验的表演,观众永远也不会知道吴欣另一面。 快本让吴欣走了一条捷径,也让他吃尽苦头,离开不一定是坏事,是金子总会发光。